澳大利亚之后是日本 河野太郎 日本应当全方位研究拥有核潜艇的问题 澳大利亚之后是日本 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报道 日本自民党总裁热门候选人 前日本外相和防务相河野太郎 在富士电视台26日的辩论中称 日本政府应当全方位研究拥有核潜艇的问题 据报道 节目主持人 前大阪市长乔本撤问河野太郎 在澳大利亚 英国和美国 达成防御与安全领域的新合作协议 澳克斯之后 日本是否也应当考虑部署核潜艇 随后 澳大利亚终止了与法国的一份签约时 价值500亿澳元的潜艇合同